我們買樓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在一定時間內 房屋升值帶給自己的財富? 還是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 以後為小朋友、自己或家人提前鋪路 令自己或身邊人的社會地位、 生活環境、退休生活更加好呢? 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 一個可以帶來美好生活的樓盤 日效無論是從它的投資價值 還是退休生活的角度 它的房屋價值也會高於其他樓盤的重要因素 南城集團一個追求美好生活的發展商 在2016年開始就提出南城小鎮模式 從杭州南城桃李春風開始 就一直處於日清款的情況 正因為南城小鎮是一個可以安放身體 安放需求、安放心靈的地方 從而達到比城市更溫暖 比鄉村更文明的新型小鎮 簡直是一座飄落於人間的天堂 那麼南城集團又憑甚麼可以開發 和運營得到這麼多人空腸的小鎮類樓盤呢? 正因為南城集團創始人 就是六城集團創始人宋慧平先生 從2010年開始就帶領六城核心團隊和優秀之餘 研究新一代居住和生活環境 相信五六城地產大家都聽得多了 在珠海就有一個翠湖香山 就是一直處於多人追求的樓盤 而在我們大灣區中山磨刀島上 我們即將迎來第一個南城小鎮系列的樓盤 就是南城香山小鎮 根據2021年11月政府公布的 神灣國際生態悠閒島磨刀島 旅遊發展提升研究 要將磨刀島打造成國際生態悠閒島 整個島嶼有四大板塊 北部落響田園板塊 中部臨港智能產業板塊 南部遊樂都市板塊 和旁邊玩轉水綠板塊 目前中部臨港智能造板塊已經開始建設中 這裡不單只建成一個跨境經貿和智能造基地 同時有中三維二的國際貨運碼頭 碼頭上原來都有建設客運線通往香港和澳門 由於遇到疫情三年了 目前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接下來的落響田園板塊 規劃了大灣區最大的低空飛行體驗基地 裡面設置有直升機、熱氣球等 同時都會有現代化農業觀光園林 而南部有都市板塊 主要是商業和居住為主 而南城小鎮就是這個地方 這裡會有露營基地、奔光公園、濕地公園和一間學校 同時都是最靠近斗門的地方 接客來建設的橋樑連接斗門大橋 未來到斗門都是五六分鐘 南城小鎮產業構成 包括有十二個元素 農業、移養、健康、教育、旅遊、文化、萌物、商業、科技、宗教、藝術、產業 每個小鎮根據自身資源優勢進行產業複合 比如上海春風江南、德青的觀雲小鎮 以及杭州的桃李春風 都是產業複合的體現 南城香山小鎮就沿用南城小鎮這個模式 一個有鎮長的樓盤 注重經營社區文化和倫理關係 共同制定和遵守共約小鎮的社區管理模式 而小鎮管理員會根據四季、二十四節氣、傳統節日 做一個生活日曆的 每年為居住在這裡或過來玩的人 制定四百多場活動 都不限定於小鎮下領營、落跑、游泳、種植等活動 同時這裡有一個四千方的兒樂學院 營銷、學校氣氛 業主可以去學院學習和參與課題 如果身為業主的利誘一技之長都可以開課講座 亦可以提供健康體檢、醫療、患病等相關配套 南城香山小鎮位於最南部位置 佔地六百畝的大盤 會是一個特色原生態洛陽小鎮 一期開售的水雲間 綠化率達到百分之四十一家 容積率低於百分之一點五 同時樓距全部超過一百米以上 小鎮裏面還有一個一萬方的步行商業街 還設有香山小廚 可以用於家庭聚餐或商務活動 同時有四千二百方的社區遊樂園 和觀景碼頭等 紅線外就是一個十七公里的水景六道 目前售開會是二棟和三棟 面積有八十五方和一百二十方 三到四房的設計 全都是可以看到光景的 一個可以帶來美好生活的小鎮樓盤 香山小鎮 目前的均價都是六千三元 同期對比我們中山其他的光景房 都要一到兩萬 同時這裏也可以做貸款 僅需兩成首付 即是十八萬元起就可以上車了 那你的美好生活 就由香山小鎮開始了 記得訂閱我們四季海外環球置業 我們在香港會不定期地 特地行一些遊艇會 茶華會和講座 分享一些大灣區的生活 和一些地產信息